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是說 A的話 它是一個3乘以3的方正 然後裡面的元素 是這裡面元素的其中一個 那麼他問 這樣的A可以有幾種 我們曉得 A的話 現在有九個位置 就1 2 3 4 5 6 7 8 9 有九個位置 現在每個位置 都有 1 2 3 4 5 6 6種情況可以填進去 可以填护5 可以填护3 可以填护1 可以填0 可以填1 可以填3 每個位置 都可以有六種填法 那他現在有九個位置 所以他的方法數 A 就等於六的九次方 每個位置有六個填法 九個位置 所以是六個九次方 這是第一小題 好 那我們來看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的話 它是說 如果A 它是一個對稱矩陣 A的話 是等於A的那個轉置矩陣 所以A它是一個對稱矩陣 那麼這樣的方陣呢 總共有幾個 我們曉得 如果A的話 它是一個對稱矩陣的話 那A的形式一定是這種樣子 這種樣子 這種樣子就是說 這個如果是 A嘛 B C 這是D好了 D E F好了 那麼因為它是什麼呢 因為它是那個對稱矩陣 所以這個元素一定要跟它一樣 V 這個元素一定要跟它一樣 C 這個元素一定要跟它一樣 這樣子的話 你給它取轉置 轉置的話 就以這個當什麼呢 當那個對稱軸 這樣翻過來的話 這個才會變成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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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翻過來的話 跟原來的矩陣一樣 那這種我們叫做對稱矩陣 它滿足這個式子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這種矩陣跟我幾個 它現在有不同的什麼呢 知道這個可以相同的 就是說 它現在有什麼呢 1 2 3 4 5 1 2 3 4 5 6 這6個數字是互相獨立的 就可以隨便自己填 但是這個不是獨立的 就這裡填什麼的話 這個要跟著填什麼 這個填什麼 這個要跟著填什麼 所以它現在有什麼 6個獨立的位置可以填 每個位置的話 它有6種情況可以填 A的話 可以有6種情況可以填 B也是 C也是 D也是 E也是 M也是 所以這個總共有幾種情況 總共有6的多少呢 1 2 3 4 5 6 6的六四方總 因為每個位置 它有6種填法 那有6個位置 所以有6的六四方總 所以第二小題是6的六四方總 這樣看了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 所以它說 這個A的話 是一個 反對稱提振 也就是說 AT 是等於 負的A 那 反對稱提振 是什麼樣的提振呢 就是說 它這裡的話 一定要 通通等於0 它的定義 它的定義就是這樣子 它定義的話 就是說 我如果 它的定義是這樣子 就是說 這個是 A 這個 Zi Zi 等於 負的多少 負的A Iz 所以 這個跟這個 是差一個戶號 如果 如果 I跟Z一樣的話 我們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 I如果跟Z一樣的話 要等於 負的A I 那 AII的話 就必須等於0 沒有 這個不是Iz 這是Ii 當什麼 當I跟Z一樣的時候 I跟Z一樣呢 就是對角線這些元素 這個時候 I跟Z一樣 Z就等於I I原來一樣 這個時候 AIA等於 負的AIA 那我就得到什麼呢 AII 它會等於0 這個時候 這裡通常等於0 也就是說 它如果是反對稱矩陣的話 那麼 對角線上的元素 都一定是0 都一定是0 好 然後它對稱的地方 剛好差個戶號 對稱的地方 剛好差個戶號 好 所以現在呢 總共有幾個獨立變數 總共有三個獨立變數 每個變數的話 它有什麼呢 它有6種填法 1 2 3 4 5 6 所以它總共的呢 這種呢 反對稱矩陣 會有幾種呢 就6 乘以6 乘以6 所以有6的什麼呢 三十方種 6的三十方種 6的三十方種的話 有多少呢 36乘以6 6的36 216 216 有216種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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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